林小姐 说好了的事 你要反悔吗 不是 我 开始吧 林小姐 林小姐 我洗完了 你之前说要做的事 现在坐吗 坐吧 好了吗 林小姐 好了 明显吗 挺明显的 那 睡觉吧 晚安 晚安 这个吻涵 就当是多帮你增加点充满吧 想着有林家在 你那个后妈也不能欺负你 静江文学城 悬间原著 热拉出品 现代纯爱广播剧 林氏狼固 第五期 今天 林氏狼固 你请我 他怎么 早 早 抱歉 林小姐 我昨晚可能睡懵了 下意识爬上了自己的床 对不起 没关系 你先去洗漱吧 难道我亲得太有力了 燕球又会啊 你把他们有急事已经去公司了 就我们三个 粥我照着平时来的 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 挺好喝的 燕球啊 你脖子上是被蚊子咬了吗 没有阿姨 是我糊涂了 吓为什么呀 你们俩感情真好 让阿姨尽笑了 我吃完了 那我们先回去了 阿姨 不再多留几天吧 好不容易回趟家 你哥哥也很想你 不用了阿姨 您慢吃 好吧 阿姨再见 你们慢走啊 我送你去江小姐家吧 好 她这个时候应该还没起 我打个电话给她 喂 你起来了吗 记得二十分钟以后出来接我 二十分钟呢 三分钟的时候你再打给我 是吗 顾小姐 咱们还有多久到 你跟谁说话 顾燕秋 你等着 我马上起诉 我送出来迎接 你是不是还要化个全装挑衣服啊 哎呀 挂了挂了 我先去洗脸 重色轻友 江小姐要出来接我们 嗯 这就把衣服扣上了 刚才你在家还大大咧咧场着呢 还是 因为从病 早上好啊 顾小姐 江小姐 早上好 你比昨天还要好看 谢谢 你也是 你不是要去上班吗 今天是你去总公司上班的第一天 别迟到了 我这就去 下次见 江小姐 下次见 林小姐 再见 拜拜 还愣着干嘛 人都走了 不是 我怎么觉得你们俩今天气氛不一样啊 哪不一样啊 就感觉跟老夫老妻似的 你是还没睡醒吧 这傻子自己都没发现吧 看来我的顾小姐注定是别人的了 怎么叠醒这个云木脑袋呢 又找你那个网友呢 那个什么什么星 仰望星空 他不在线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怎么知道 那你跟人家玩好几年 一起玩游戏而已 管那么多干嘛 你老师跟人家混在一起 我表达一下我的关心嘛 哪有老师 就大学的时候 隔三差五的就看见你打游戏 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 天天吃汗笑 别胡说 你知道什么叫灵魂伴侣吗 你可长点心吧 像你这样好看又单纯的 最容易被老男人骗了 说不准 人家就是中年抠脚大汉 还是有气有娃的那种 闭嘴 你还和那个什么星 在一起玩吗 前几天一起玩过一把 你什么感觉啊 我感觉他技术又精进了 下回我找他玩国际想起 看看谁赢谁输 你可千万别网恋 那个姑爷 别提他 我可不给你当感情顾问 你自己琢磨去吧 我不是 算了 对了 你什么时候去参加那个综艺啊 就是后天吧 明天我回趟家 和我爸妈打声招呼就走 你爸妈不是不同意你去吗 你打算怎么说服他们 没打算 他们不同意我也得去 行 大不了爸爸养你 不用 我已经做好不靠家里的准备了 到时候节目组是封闭话管理 我也出不去 花表钱 这也太惨了 你要是有放风时间 记得打给我 别在里面被欺负了 好了 瞎吵心 困了就快睡觉 早上起太早 我补个觉 我出去看会书 你好 二小姐 欢迎来故事总部 我带您去办公的地方 等等 怎么了 你叫我什么 大小姐 以后别叫错了 知道了大小姐 带路吧 这边请 就是这里了 神社部 新来了几个人 明天会有人通知您去挑个新秘书 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嗯 小顾总 您刚刚从洛杉矶出差两个月回来 要不先回家休息一下 不用了 还要多久 路况消息说最前面的赵氏车辆已经拖走了 应该再过几分钟车道就通了 嗯 惊吓最火热的玄秀综艺 演员练习生 由国内顶尖视频平台打造 一百位素人 我是陈可 我是许鸟 我是少雅 林又威 两个月没见 没想到他居然去参加综艺了 只有人期望前十日能最终出道 激励之中 近代今晚八点 传奇不乐 明志 小古董 怎么了 你知道刚刚大屏幕上放的那个综艺吗 演员练习生 知道啊 最近很火的 已经第四期了 你了解的多吗 嗯 我知道的就节目介绍的那些 一百个素人 一半男生 一半女生 最后选出五男五女 签京聚约出道 如果有表现格外出众的 也可能会在比赛期间 被节目导师直接签下来 去导师的工作室 可以说是一步登天啊 那里面有个练习生叫林月威 是有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女生里人期第三吧 还挺火的 森林的林 月读的月 微微一笑的微 哦 对 小谷总 你问这个事 没什么 你开车吧 哦 好 小谷总什么时候 对综艺感兴趣了 林 月 微 林月威今天又成CP了吗 明了少雅思 她是不是就不会演戏了 演技这么赖 她还有脸流在创造影啊 盛世白脸 林月威 除了一张脸 她有什么呀 还不知道是不是整的呢 小谷总 你怎么了 我看你脸色有点差 我头有点晕 没事 哦 那您休息吧 不用 我还有事 这事就是注册微博账号 林月威的粉丝 林月威的粉丝 就好 事情不是你们看到的这样 不要误会她 她是个很好的人 在没有了解事情真相之前 请不要随意慢慢 脑残粉来了 层住挺住 脑残粉滚 因为我也就是拉起 带着你的废物主子一起滚吧 以后啊 看见那些流亮眼的戏 你也什么都别说 都是自作自受 林志 一般明星被黑的话 都是怎么解决的 不好意思啊 小谷总 我对娱乐圈也是一知半解的 不过我女朋友追星好多年了 我帮你问问她 好 麻烦你了 没事 喂 我太生气了 这群人真是闲吃萝卜蛋操心 躲在键盘后边的心 不知道有多脏呢 他们敢实名 老娘就敢伸着网线 一人扇他们一个大额光 哼 我只有一个小时放风时间呢 悠着点骂了姐吗 你不累啊 我都是为了谁 为了我 为了我 我知道错了 你错个鬼啊 你们节目组真不是东西 你是没看见网上骂你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挖了他们家祖坟呢 对啊 我加了你后援会了 后面估计能克金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的重视粉丝 妈妈倾家荡产 要把你送出道 你可千万别 为什么呀 用不着你 老实待着 省两个钱给自己买衣服穿 什么妈妈 你能不许那些粉丝喊吗 爸爸不想多你这么个妈妈 不管 我就喊 对了 你那个CP是怎么回事 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假的 到了第二期 就要自由组队搭档 那几个精的 故意选了男女情侣来演 台上情侣 台下CP 人气飞涨 我只好剑走偏锋一点 和节目组商量了一下 试试同性情侣这条路 可以啊 不过你小心 别一辈节目利用完热度 就借天了 我是那么蠢的人吗 想拉我借天 没那么容易 越黑越红的道理 你没听过吗 好吧 你说你爸妈要是看到这些 不会管吗 你忘了我和他们的约定了 你要去当明星也可以 从今往后 家里不会给你提供任何经济上的支持 你在外 也不许说自己是林家的女儿 好 如果三年内 你还不能证明自己的话 你就乖乖退圈回家 不行 三年太短 至少五年 三年五年有区别吗 该红的早就红了 不在乎多两年少两年 我和顾雁秋的婚约刚好五年 那 五年就五年吧 你要是熬不下去 可以随时退出 他们就等着我坚持不了退出呢 才不会管我 好吧 总之你别担心了 我能搞定 行 那我先去吃饭了 妈妈爱你 对了 我有点事交代你 你说 你打完电话了 嗯 那咱们去准备坐车训练吧 已经有人下楼了 好 其实 网上那些评论我多多少少也看了一点 你千万别被那些影响好好练习 我还想再和你演对手戏呢 谢谢你 雅思 我知道怎么调整自己 那就好 明月威 明月威 明月威加油 明月威 你肯定能出道 你们好 你还好吗 我没事 看来好忙啊 明尚心不太急不倒 你怎么忍呢 明月威你收拾好呢 好像真的不太烦啊 加油 顾燕秋 明月威 快上车了 来了 怎么了 你在看什么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 算了 没什么 你是不是太累了 月威 没事 总之 我希望你开心 你脸红什么 没有没有 可能是车里空调冷气没开全吧 我有点热 哦 虽然和他算是粉丝眼里CP 但真欠下感情之爱就不好了 还有两个月 我才能见到他 谁啊 我暗恋的人 他还不知道我喜欢他 顾小姐 就麻烦你当一回我的暗恋对象了 哦 月阳啊 那 祝你们早日在一起 谢谢 嗯 我太想他 都产生幻觉了 刚刚在外面看见一个穿白色运动服的人 特别像他 嗯 我没有看到哎 真的是我的幻觉吗 喂 小谷总 怎么了 哦 我刚去敲你房门发现你不在 嗯 所以问问你 我马上就回来了 那 要我过去见你吗 不用了 我坐地铁回去 哦 对了 小谷总 上次的事 我问过我女朋友了 她说 一般这种大规模的黑啊 都是有公司在后面操作的 买水军 请示黑一条龙 粉丝这时候 能派上的用场不大 那要怎么做 嗯 最好是让明星背后的公司出马 他要是没有公司呢 哦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公司 嗯 那要不 我再帮你问问吧 不用了 先这样吧 报一下明天的行程 哦 明天上午去看厂房 中午呢 有个饭局 下午没什么事 事情办我的话 就可以买条回去了 好 小谷总 我明天下午 能不能再回去之前 请半个小时的假 那个 你知道我女朋友追星 想让我拍点路透图给她 我很快就回来 不会耽误工作的 追星 是演员练习生理的 哦对 小谷总 你也知道了 嗯 那你去吧 票还没买 我们可以晚点回去 没事 我不会耽误回去的时间的 不 我和你一起去 啊 小谷总 您也知情 嗯 欢迎光临 本店正值下装上新 小姐您喜欢 可以试试 嗯 这条 小姐您可真有眼光 这条裙子 是设计师联名款 您这么漂亮 又有气质 穿上一定好看 您平时穿多大的 啊 170 嗯 这是什么 这是本店的兔子公仔 全球限量发售啊 只有这一批 送朋友或者自己放在家里 都是很可爱的 包起来 好 是送给小朋友吗 嗯 一个 很久没见的朋友 是命运的一帮 是冰冷的理由 是梦然的挥手 是温柔的相遇 回到相遇最初 自他如梦 花雨飞舞 带着盛装出新的剧组 藏着不怀好意的触摸 是没有对方的服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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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瘦 闪瘦柔的阴光 散了一地的迷茫 包括褪色的褚褚 扭转意外的火 啊 是命运的影运 是平衡的理由 是梦然的挥手 是温柔的相拥 回到相遇最初 自躺入暮 花雨飞舞 带着盛装窒息的剧组 藏着不怀好意的瞩目 是没有对方的付赎 若有落雾的距离 是寒冷的冰 悄然离去的背影 是无解的体 闪耀不定的灯光 像满一路的期望 推起怀疑的围装 天然热烈的出场 若有落雾的距离 是寒冷的冰 是寒冷的冰 橋远离去的背影 是无解的体 闪耀不定的灯光 像满一路的灯光 像满一路的期望 推起怀疑的伪装 天然热烈的灯光 天然热烈的出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